今天高雄有七個確診的個案 分成兩個部分 四個是我們高雄港匡列隔離的對象 因為住到防疫旅館的時候 因為在進來前的採檢是陰性 然後轉成陽性 總共有四案 因為已經被我們匡列隔離 所以並沒有社區傳播的風險 另外有三案是屬於宜蘭某飯店 因為這三確診者到宜蘭旅遊 回來現在目前為止我們的推測 中央的CDC在今天也目前 那暫定為宜蘭某飯店的群聚感染 那這三個都是同住家人 那我們後續會再進行匡列隔離 因為他的時間可能有一點久 所以我們現在在整個他接觸 在可傳染期間他所接觸的對象 我們在進行匡列 那所以大概今天有七個確診個案